基本上第二次的諮詢會議 應該會在這個禮拜 但是確切日期我要在 因為在跟各個團體在確認 應該這個禮拜就會召開 那這一次的會議主要聚焦在 大家所關心的就是 移工開放的產業 還有引進的人數 還有就是引進的方式 因為在立法院的時候 很多的委員 超越委員 都在主張希望能夠國對國的方式引進 所以我們這一次也邀請了 相關的雇主團體 移工團體 仲介團體 還有熟忍印度事務的這些協會 包括專家學者 包括熟忍的商人 企業方面的 來給我們提供一些意見 然後看大家的討論的結論 然後未來會做我們跟 印方這個工作層級會議的這個 參考 那後面我們的諮詢會 應該還是會持續開了 3月1號有開過第一次 那時候是聚焦在這個 那個印度的宗教文化社會等等 做一個了解 經由這些熟人的專家學者 還有相關部位也都有參與 那後續我們也有規劃 可能一到兩個月 都會在這個召開諮詢會議 那跟各界來溝通 有一個對話平台 針對大家所關心的議題 那收集相關的資訊 立法院的排案審查 那我們部裡的相關的同仁 也都會到立法院來 就相關的疑義說明清楚 那這不會影響到我們的進度 那但是後續的諮詢會議 還有這個工作層級會議 我們都會按照既定的 這個規劃去做 第三次學生的